那我現在什麼時候了 阿姨看我死了 我人在醫院你趕緊去找他 翔爺 翔爺 媽快不行了 不行你找醫生啊你找我幹什麼 林康不是在嗎 他是我爸小 你發現能有什麼事 不是的 那時候是他出學的需要 那你夠了 好穿在你身邊竟敢找我媽 是不是阿姨那邊又出事了 你去吧 不用管 以後也別再聯繫 別理他 一天都玩 人家柔晚一個 又懷著孕 我陪他一下怎麼了 媽媽別鬧了 媽媽快不行了 不行 我求你跟我看大姨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我肚子疼 你都不倒數 我肚子疼 我 我肚子疼 媽 你安息吧 我和江源 會好好過日子的 對了媽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你要當男人了 老公 你要當 爸 爸 你剛跪下 柔晚怎麼可能離我而去 你怎麼會見到我媽 就連柔晚都被你背走了 柔友 我愛的是柔晚 看 子疼 你怎麼會叫他 你怎麼起床回來 好不容易的回來找我了 我一 再也不可能有他的消息了 不是 我給你上去吧 呀呀呀呀呀呀 患了 如果有下回子 我一定 愛自己 你算人傻了吗 我重生了 难道我重生了 我一直在你身 我竟然真的重生了 阿姨的病情恶化了 需要立刻手术 教员呢 让她赶紧来给阿姨出血 快断了 继续打 一遇的学苦紧张 只有她的血腺匹配 就算之前有血包 也只有她来了 亲了字才能使用 这是医院的规定 就算是我 也不能给她放水 没什么大问题啊 就是熬夜熬多了 你开点安他药 谢谢医生 又是张瑶吗 是不是阿姨的病又不好吗 张瑶你有吗 没有啊 荣婉怀孕了 她刚回过 那江州人生地不熟的 我没担心了 能不能别这么小心呀 你来一趟医院 妈的情况很不好 她需要 又来是吧 每次都不好不好 我去了多少次 你没见我妈怎么样 是不是我只要一根荣婉在一起 我妈就不好 你到底在演什么 离了我你能死吗 那快不行了 她需要输血 不行 你找医生找我干什么 哎 我说能治病还是能续命啊 你说了我今天有事 别再烦我了 是不是阿姨那边出事了 你去吧 不用管我 我不该再打扰你的生活 以后 还是别联系 别再来烦我 要不然 我今天就跟你离婚 这什么人啊 当初所有努力工不用心 非要张小姐把体重内的工作词了 全职照顾 他倒好 做甩手掌柜 就连病危了 都不肯来看你 张小姐在医院里 忙前忙活了一年 他才来过几日 没回来还都甩脸色 真是个美 真是 江源这个畜生 为了一个绿茶白月光 连他的亲妈都不要了吗 江源 我巴不得你别来 这一世 你妈去世的过 就让你的白月光碑吧 人之后威 我们先走出 你赶紧去到校园 不用那么小心 我哪有那么娇气啊 你怀着月 你肤子里还有酸 你加倍重 知道了 你妈说的 跟个老妈子似的 我这个老妈子的任务 就是找你 好 好 好 你在这里休息我 我去给你拿药 嗯 来着情报很危险 想别人的事 还不接电话 他把我拉黑了 怎么会有这种人 都怪我 我之前经常给他打电话 他嫌我烦 现在只要看到是我的电话 他就直接挂他 我也没有办法 我这怎么能怪你 要怪就怪他自己脑子不清醒 你对你婆婆的好 我们都是有目过目的 这根本不是你的错 跟我来 我这怎么能怪你 喂 你妈现在大妥姐需要立刻进行手术 只有你的血筋匹配 你才打她 赶紧来医院 你在医院看着 我妈能有什么事 我在陪柔婉拿药啊 那别再跟张瑶一起胡闹 你在医院 你在医院看着 我妈能有什么事 张瑶天天演戏给我看也就算了 你陪她闹什么 柔婉回孕了 你这么巧啊 这撒毁过我 我一定要知道她 我不管你现在正在做什么 你妈情况很不好 你赶紧来医院 林康你到底是不是我兄弟 你到现在都还帮着张瑶来骗我 我知道 你俩是同学 你偏心脏 但我不想一辈子 都跟你跟我不爱的女人在一起 您想做什么 我的气 这一气 不是 我没 行了 网友我拿药 不是 你在医院的啊 喂 喂 林医生 病人好像不行了 快 你赶紧去找她 你赶紧去找她 张瑶你还没我 你不去照顾我妈 你非要来找我干什么 我给你打了几把我还听不到人话吗 我说你妈有生命危险 前世要不是我给你看病人通知书回照片 你怎么会相信我说的话 这一次 我不会再回答 我倒要看看你会不会后悔 张瑶 我是带来我妈的病人看不起 你不客气 你妈躺在手术台上等着你去救命 结果你却在这陪着你的陪月光 有你这么当样儿子的吗 这只出口的说 张瑶 你怎么能打江源的 我不请你打 陪你一起 你疯了 你是不是知道是我怀孕了 这话又是我三场了 我这是不是 动动 江源 不去看吗 你活泼怕是不行了 你 cumpl什么事? 我已经说你说你没想法都能搞定 但是没想法都能再当过吗 我购情 我在这里 你怎么办 你 و notes 他就在不错了 你 你嗯 然后你 啊 這段時間 喂 我想要給我婆婆 預約舉辦三天後的葬禮 來 江源把我電話拉黑了 你幫我通知一下 又怎麼了 你是林涵 你到底哪邊的 你非要在這個結構眼上跟張陽一嘴胡鬧是吧 是你在胡鬧 如果你回來輸全你媽 你為了一個 對自己的親身母親都可以欠此佛救 你還是人嗎 雷康從來都沒有對過這種事情 會是真的嗎 怎麼了 雷康說我們去世 怎麼可能啊 阿姨就只是心臟病 哪有那麼嚴重 而且前幾天你不是還跟我說 阿姨辜負得很好 再過一段時間那麼出用了嗎 你是找到這個見隔的鬼 先讓林康也跟你說 張陽 相信一個當年拋棄你的女人 也不相信這麼多年的兄弟是嗎 你看 或許你就是說柔我 柔萬一是有可忠的 實在 我們連兄弟都沒得做 你堅持無可救藥 阿姨的喪禮在三天火舉行 要是不來 你就等著後悔一輩子 這馬上都要下葬了 這江陽怎麼還不來啊 親媽去世不聞不問 我不是瑤瑤 你這死了都沒人管 江陽這狼心狗分畜生 張陽 你再給他打個電話 這錯我結實就不好下葬了呀 從那天 我打電話叫他回來給媽數學後 他就沒接過我電話 微信也被拉黑了 我導致他 我再給他打電話 你再幹什麼 你跟我媽辦葬禮 我媽在醫院活得好好的 葬禮 發生了神經 還在吃地步 阿姨早就死了 你不聽張搖的也不聽我的 難不說讓阿姨說話跟你說嗎 瘋了 今天是讓阿姨的葬品 這個女人傳成這樣過來 是你瘋了還是我瘋了 葬禮 別張搖胡鬧 你也可以叫胡鬧是吧 終於不成改演葬禮 這麼愛演戲 行 瘋葬 掌 瘋 演戲演全套啊 這把演全套啊 你想衝上 你怎麼會有你這樣的兒子 來 你帶這個女人給我滾 以後別說老子認識你 我們自己來辦 什麼你有什麼資格趕我們走 張搖 你找這麼多人來演戲 就是為了趕我走啊 我走就死了 查 關 柔吻 柔吻 我跟你騙了 這是死亡證明 看清楚了嗎 這是死亡證明 看清楚了嗎 張搖 就算你再生氣 你也不能拿阿姨的生命來開玩笑啊 江源從小就失去了父親 一直和阿姨相依為命 你不知道阿姨對江源有多重要嗎 原來你一直知道江源對阿姨有多重要 所以你會對阿姨生病的機會 他故意拆開江源不放是吧 你在說什麼呢張搖 你知道你對我不能 我也不想打擾你們的時候 會 吃水 我實在放不下江源 如果你實在看我不順眼 明天我就走 以後 怎麼會出現在你們面前 柔吻你說什麼呢 我好不容易地拿你回顧 我怎麼可能讓你離 可是我不想給大家添麻煩了 是我太耽誤你的時間了 都讓你沒有時間照顧阿姨 我只是心臟病 又不是什麼絕症 你真的在醫院看著呢 張搖 你инки 你心臟病 眼睫 Liam 要這麼多人來看你眼睛是吧 他真的沒有我 你真是這麼對他的 我最終是 你都不再活了 現在對你不太強 畜生 生死看著你媽下斷 我能骗你们 畜生 亲自看着你妈下葬 我能骗你吗 你妈确实这么久 你回来过一次吗 都是姚姚一个人 浅浅浅浅的忙呀 你不敢记住算了 怎么还到达一旁呢 你妈辛辛苦苦一辈子呀 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啊 嫂儿 你别被这个女人给骗了 我妈那里有点活得好好的 是这个贱人 为了把我拴在身边 变成犯了这我妈 前天是需要急救 昨天是需要共性 今天倒好 今天给我妈整上葬屎了 生死大事 姚姚怎么能 那这个事该玩笑 你们不了解呢 这个女人 从小就被家里人给逛换 一山的臭脾气 全世界都围着她转 有啊 一个人在江州人生地不熟的 我照顾她不是应该的吗 可是她张瑶 她就是看不惯 非要把我拴在她身边 她才甘心 像这种小多鸡肠的女人 什么话我说不出来 姚远 你简直无可救药 这到底怎么回事了 张瑶我告诉你 立刻你接到逛货车 回去照顾我妈 不然 今天就跟你离婚 离婚 现在就去离 你 好啊 离婚 现在就去离 你 行 郁阳先逸是吧 演戏不成敢威胁 张瑶 我知道你不想跟我 但你靠演戏 靠威胁是挽回不了我 你若真的想跟我过下去 那就滚回去 老老实实照顾 等我把顺利生产之后 回来就 听不懂人话是吧 你看清楚我要跟你离婚 张瑶 你别说气话了 江源这么好的男人 你怎么可能跟他离婚呢 医院一起拉起你们去前 他说不出你们俩真的挺完配的 你 谨慎出户 你凭什么要我谨慎出户 你再一眼睛看到我 婚内臭鬼了 妈躺在医院需要输血的时候 你在哪 我一个人操板妈的后室的时候 你在哪 今天当时正 你江源敢答应吗 我看 你以为他吃饭 不见人家恋人 妈跟你说 他快好了 快出院了 你以为是真的 那是妈不想让你担心 她不想一向你工作 才那样说的 你倒好 只有你老心狗 被卸以为真 透了一眼神 就不来跟他最后一眼 你真是不想 免之幸福的一辈子 就养了你这样白眼狼 真是不孝 看来你这辛苦一辈子 就养了你这样白眼狼 张扬 你还真跟踪 你还说不是演戏 我不跟踪你 我怎么知道 你在外面过得这么开心 我不跟踪你 我怎么知道 你这个白眼狼的真面目 妈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 你在外面上赶 被给别人的孩子当爹 张扬 你怎么能这么说江源呢 是 孩子不是江源的 但是我和宝宝 都很感激 江源哥对我们的好 你知道江源多喜欢孩子吗 你自己不能生就算了 但不能不断 担当父亲的权利啊 我收起你这一套绿茶的嘴里 你不吃这一套 张摇你干什么 我要跟你一婚 如果你不同意 我会提起这个婚 你一定 你 不离婚所以 但不是现在 我也绝不可能净身出货 反正妈已经快出院了 你也没工作 你就负责照顾柔外生 等到他算了 我就跟你离婚 江源你还是不是人 我在你们家当免费保姆还不够是吧 还要给你们的小哥来当院走 外面东西不干净 我和柔外都不会做饭 你不也没工作 险着也是险着 你真是个畜生 你知不知道 张摇也怀孕了 你知不知道 张摇也怀孕了 怀孕 就凭他 结婚那么多年 一点道具都没有 什么 我一说要照顾柔外他的怀孕 他就是一个不下单的母亲 他怎么可能怀孕 张摇 怀孕 是不可能一个人的 而且怀孕十月很辛苦的 你怎么能拿这个事情 开玩笑呢 我算是看不败了 你就是变着法的小老婆 先是给我妈准备葬 又拿一分鞋一书微信 现在又说怀孕了 你就是 这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不是来送妈最后一程的 你就多哭啊 我不想得这么多亲情的小伙伴 你吵架 来 我 我 又换策略了 张摇 你如果想要挽回我 你就该好好学学 怎么跟我说话 在这点上 你连柔瓦你跟你想知道 你都比不上 张摇 你再这么执迷不悟下 我们连兄弟都没得做了 你要知道我是兄弟 你就别再跟他一起胡道 张摇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这么帮着 连我妈的好处 连你都能给他 现在又说他怀孕了 哎 这么做 家医院知道了 别忘了 你是个技术啊 今天又让你心不口气 这是我昨天 给张摇取的产检报告 挣打你的狗也看清楚了 别必要被他说这么多 带上我的小三 真快滚出去 我不跟你扯 我 但是照顾柔瓦的事 说定 我会尽快要柔瓦帮他家里 你借你 受伤可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他告诉你 因为这个孩子 我可以打开 为了别人的孩子 给自己的孩子逼死 我 让你追悔默契 想好了吗 绝对 张摇 你四个人就不爱你 我爱的是小婉 你会回我 你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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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的回来找我了 我以为你 再也不可能有他的消息了 不是 你做 你去给他 我给你这么去吧 宝宝 妈妈很爱你 可是你的爸爸曾经亲手杀死妈妈 妈妈不想让你成为杀人犯的孩子 对不起 想好了吗 想好了 没有他 医生说宝宝很健康 你都那么小心 那不行 你的身体最重要 怀孕期间要是不好好注意 登场后就会有捕捕于症 所以啊 你就乖乖听我的 那些垃圾食品 就不要乱吃了 那不如 我今晚就住进你家 怎么样 行 外面东西再好 也比不上家里的感情 今晚我就要让张摇 回去好好学学 怎么做医院 给你好好补补 张摇 这不是人有什么补补吗 张摇 张摇 你怎么在这 这不是人有手术室吗 张摇为什么会从这出来 张摇 你为什么会从这个手术室出来 关闻 张摇 你是特别来找姜元哥的吧 你就这么不放心 他跟我在一起 你对自己这么没有自信吗 像他这种人渣 打不得赶紧甩开 你想要的话 送给你好 是吗 张摇 嘴上说着不在 却一次次同心 你要是没有跟踪我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带游我来这 看我就浪漫了 你不去照顾我吧 你飞来找我干什么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你妈死了 是被你害死的 张摇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阿姨对你不保 你怎么能一直咒她呢 如果阿姨真的去世了 那你还来医院干什么 你看清楚 这是复传 我去照顾我吧 你来复诊科干什么 你不会使得了什么复科病吧 这段时间 江安哥都没有回家 所以你 果然人够肮脏 看什么都握住 要不然你来干什么 别告诉我你怀孕了 这一招你昨天已经用过了 我不是怀孕了 我是打太了 听懂了吗 我不是怀孕了 我是打太了 听懂了吗 我刚刚从理由手术室走出来 难道他之前真的怀孕了 张摇 你这个谎话还是个连续剧啊 能不能别这么离谱 你就不能做个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的女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 就算我给别人的孩子当爹 只要是柔碗的我都愿意 因为柔碗心思丹 不像你 从此那么深 一天到晚就只知道整腰蛾子 姚远我知道你眼眉心下 但我真的没想到你能瞎到这种情况 绿茶我不会 人渣为 隔行如隔山这么做 我今天就先不去看我妈了 你回去跟我妈说 等我有空了再去看 姚远 我真不知道我是该骂你蠢 还是该骂你单纯 该说的话我都跟你说了 信不信是你自己的事 你好自为之 哦对了 今晚柔碗会搬进我们家 你记得早点回去 随随着泡汤 我刚做完人流手术 对了 不要放香菜 柔碗不行 我说我刚刚打完胎 你听不懂吗 嗯 什么打你的勾言 好好跟我看清楚 张梦这个贱人 竟然真的打胎 你听不懂 干什么 一张假的报告当然也有什么好看的 张梦 我累了 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你累了 那我们现在就回家了 张梦我警告 少哥我说好 你要是把这些心思放在照顾我妈身上 我妈早就出院了 你回去告诉我 等她出院了 我就接她 还在执迷不悟 你干什么 自从这个女人回国之后 你就跟被吓了鼓一样 陪妈的次数越来越少 我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要不是你太蠢 妈怎么可能会死 在妈住院这一年 好几次我晚上接水回来 我都看见妈妈头埋在被子里委屈的哭 现在妈死了 你满意了 我知道我妈想了 但你要是再敢这么说我妈 我真的要对你不客气 既然你不相信 好啊 那你自己去跟她说 去去跟她妈妈 好 我现在就去看我妈 一会儿我倒要看看 你在我妈面积怎么也 柔文总 我带你接我妈 柔文总 我带你接我妈 现在就去吗 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没关系 这么温柔善良 我妈一定会喜欢你的 但是第一次见阿姨 我觉得还是准备一些什么好 要不然你先去 我去给阿姨买点水果 一会儿再来找你 也行 那你自己相信啊 喂 喂 李医生 前几天去世的那个心患病病人档案 需要人在盘上去 现在有时间吗 我没错 到那个水 好 我刚好有空 我先来呢 听说了嘛 张小姐前几天给婆婆去心脏礼 她老公还带着小三去葬礼上道呢 张小姐那个老公 人家做事白眼狼 自己亲妈得了心脏病要动手术 张小姐在医院里忙前忙后 她倒好 陪个小三到处笑她 听说 就连葬礼都是张小姐一个人办的 那男的问都没问 这太不行 有人说的张小姐 是张瑶吗 对啊 你认识 啊 他婆婆 真的去世了 对啊 前两天刚办了葬礼 你是不知道 那男的有多不幸 所以张瑶说的都是真的 哎咱真该死出伪诈 那更该死 喂张小姐 我们已经全部告诉她了 你一瞬间没手术啊 啊 下午有一台 那尽快 我先走了啊 林康 张瑶 你一定不值班 我正要去病房看我妈 我好久不见她 你妈 这个蠢货还是不相信我 那就让她自己去看看 不用去 那个病房有别的病人度 林康你说什么胡话呢 你没经过我的同意 谁让你给我把还病房了 你听不懂人话是吗 我阿姨已经去世了 我手上的这份道案 清清楚楚记录着阿姨的抢救事件 抢救过是一死亡原因 我不是我一直拖着张瑶 张瑶就回去给阿姨收血 那他就不会死了 要是被江婷知道 他一定会恨死我 还不信 行 就算你不相信我和张瑶书的话 你应该信这份死亡档案吧 上面不仅有我的亲 还有医院的审查 他们总不会造假吧 你自己看看 江源 江源 罗文罗文罗文你怎么了 我自己 我带你当医生 我简直无可救药 还没有同意离婚吗 还会同意的 没见我打算怎么办 跟他离婚之后 我打算继续完成我的学业 当年如果不是他劝我 说女人没有必要那么累 找一个暗影的工作 让我好有时间照顾他 现在我说不定 已经读完博士 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了 的确可惜 你明明有那么好的前程 对不起 这不应该介绍给你俩人生 跟你没关系 是我自己太蠢了 既然上天给了我重来的机会 这次我一定要好好把握 只为自己而活 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 容娃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好一点 休息一下就好多了 嗯 就可以回家多了 好 我现在就给张阳打电话 让我家给你煲汤 喂 张阳 你现在立刻把妈奶黏了 然后回家给周朗来煲汤 我们一会儿回家吃饭 谢谢你啊 张阳 你刚打完胎 身体还很虚弱 记住这几天不要太劳累 还有多吃点一样的剥品 好吗 好 我知道了 一会儿我再给你送点粥过来 你可别自己坐 先去了啊 哎呀 我们回来了 你不要往那房间打算好了吗 你先坐 我去给你盛饭 好 你给我煲汤吗 汤呢 你给我盛 你给我盛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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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盛饭 我盛饭 你给我盛饭 能不能别这么懒 照顾我妈能有多累 回家连饭都不做 你到底什么意思 张阳我是嫁给你了 不是卖给你了 我不是你们两个的朋友 更别为我照顾你们两个心意 什么时候学会顶嘴了 我是你老公 给我做饭 那有这么大运气吗 张阳 张阳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知不知道张阳哥打个胎啊 张阳他真的打胎了 张阳 张阳 你待下休息会 我去日月看看张阳 张阳 不要走好吗 张阳内地已经有林康照顾了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有点害怕 万一 谁呀 谁呀 你一伤王医生 就是有个病人刚做完人家乳术 现在大出现你快去 什么 是吗 怎么样 放心吧 万年是在我小波龙上 这是波龙台平 这才是我认知的张阳 你满饭没吃 不可以买点牛食 也不是 留下护士 啊 好 请问是张阳吗 我是王辉 王辉教授 你的论文我看了 温点很新颖 理论基础展示 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团队 真的吗 谢谢你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你要去哪 我可以进来过去帮他来 你要去哪 你来干什么 我去哪关你什么事 有这功夫 你不如好好去研究研究 子律去诸乱你的同学 张阳 你能不能别说气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真的怀疑 你就是别人家书 他刚谈了胎 你不知道吗 需要静养不能动怒 这次大猪血救过来了 吓死的不一定了 给 这次取药单 你还是去取药吧 谢谢 姐真的怀孕 怀了我的孩子 我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没告诉你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 我怀孕了你信过吗 看你 我这张阳晚一根手指头都不上 凭什么他可以一直无条件 获得你的爱 那我呢 我为张家 劳心劳力这么久 我得到了什么 在你眼里 我做什么都是物理取闹 就算我不想死 我孩子 他是我的孩子 你为什么不救我的后 你都自己做决定 在我的公司里 我凭什么不能做决定 江源 能让江源知道张阳怀孕了 张阳 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 我自私 对 我哪有你江源无私 你可以上赶年去给别人的孩子当天 然后介绍逼死自己的孩子 你做无私 张阳 你才怎么说我也是孩子的父亲 这么大的事 你必须自己都决定 父亲 你配到孩子的父亲吗 就算我告诉你这个孩子 你会为了他报纸交流碗吗 我 你会为了他报纸交流碗吗 你配到孩子的父亲吗 你配到孩子的父亲吗 就算我告诉你这个孩子 你会为了他报纸交流碗吗 我 少不为你把他打掉 我会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健健康康的长大 然后一辈子进人理想 任江源碗刀后妈 还要看着自己的亲生父亲 对别人的孩子疼爱有加 我 我 你 你至少要为我的妈考虑 他年纪大了又有心大病 他就听话 就有些今天能够报纸交流碗吗 你好意思听话吗 我让我妈这么久 是念在他对我的好 现在他去世了 从来以后 还是为了自己的好 到现在你还 呦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让你在家好好等我吗 我不放心张瑶 我 你怎么跟人外说话呢 人家是关心你你别不知好歹 我跟他只是怕真相被刺伤我 你不要 伤阳 你胡说什么呢 你敢说你不知道我打开的事 你不知道我婆婆早就去世的消息 张瑶 你给我救死我妈怎么得罪你 你要一次性的救我妈 你让一次性的救我妈 看来你还是示威骨 你给我救死我妈 你给我救死我妈 我妈怎么得罪你 这是阿姨的死亡 我今天就算冒着微微的松陷 也要让你这个闯祸真气解释 张瑶 那是江东 你不用去看医生吧 张瑶婉 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阿姨护士 我想请你帮我忙 江源 你真的不太说 你还在演什么 你还在演什么 当初要不是因为你 赵金高中旅游拖着脚内 阿姨怎么可能会死 现在阿姨 有机密的事情而是最后一遍 就因为你 是不是这个傻儿儿子 在盗礼上砸了她亲妈的骨灰 江源 你别离他们胡说 阿姨好好的 怎么可能突然去世呢 你不要开你 那个鱼小鱼都是真的 你没有再跟我开玩笑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你不能跟张阳一起骗我 我是因为信任你 才把我妈交到你的手里 你什么时候能阿姨的事情骗 在后面我对你失望 我也会对你说过一句 每天在医院里 心情浮浮地照顾你 不是为了给你制造机会 让你出嘴的 你现在的这个意思 真的让我约路很核心 你还记得 当初你跪在我面前 求我 在医院妇女主专家给A肯定 你全都忘了吗 别说了 别说了 自从她回来 你的眼睛里都只有她 你知道张阳为了征服起吗 撕掉了那么好的工作 放弃了她后半生的安稳 你有什么资格在外面潇洒 你还记得自己是她的亲儿子吗 我让你别说了 好好看看你现在自己的样子 我真的后悔 当初抱你 不顺去抱你 如果一开始阿姨就没你 至少在她的回忆里 你还是那个孝顺她的好儿子 而不是一提醒你 就哭得欺负成生 够了 你们可以恨我 慢了 但江源是阿姨唯一的儿子 我说为什么不早就告诉她真相呢 江源连阿姨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她后半生都活在悔刻里 我让你恨我 你不能这么恨我 你闭嘴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 你为什么回国 大家都心知肚明吧 要不是因为你差 他们两个能做到今天这样子吗 你是最不愧站在这里的人 江源连你也觉得 是我插足了你们之间的关系 江源连你也觉得 是我插足了你们吗 你走吧 我想去看我妈 所以连你也觉得 是我拖累了 还让你见不到阿姨最后一面的事吗 我又怎么知道阿姨出事了呢 有没有人告诉我 什么现在出事了 都要怪在我的身上 江源 你问问我 照顾阿姨的 一直是张瑶 是他想报复你 他想不让你知道真相的 张瑶婉 都到这种时候了 你还在默默 你敢说你不是故意霸裂的江源不放 一次次找借口把它拴在你身边 你敢说你不让我发过其次的消息吗 我都会知道呢 你病在医院超市 你不是刚好在那边 你还在那么少前车里面 你胡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 那是不是要我找人来跟你当面对阵一些 如果你真的不 你怎么会一次次死亡 叫人去看妈的死亡档案 你相信我 我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 快 你不是说等了我五年吗 你真的要我赢 我呢 我叫你滚啊 我叫你滚啊 张瑶 江源只能是我的 我过了今天 只要我勾勾死了 他就会离到我身边 继续死心塌地的爱我 你确定 江源可是杀人犯 妈 说我对不起你 是儿子不孝 行了 现在 现在赚出一份孝顺的样子给谁看了 麦已经看不到 他生前记忆里的最后一刻 是他唯一的 为了另一个女人把他抛弃了 把他一个人丢在冰冷的手术台上 现在你已经知道真相了 还非要等到江源碗顺利生产之后 才跟我去旅婚 你跟我离婚 我那天真的以为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我没想到妈会出事 我不是故意的 是故意的重要吗 你感觉什么 妈还能回来吗 我 行了 就这样 我累了 也不想拦着你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而且你自己也说了 不会一辈子跟一个不爱自己的在一起 而我 更不想跟一个杀人犯生活在一起 张勇 不是这样的 我可以解释 也确实是我太混蛋了 是我不好 只是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太多次了 每次我一回去我妈就好了 所以我才以为 张勇 老婆 你再给我一次提案吧 明天就去离婚了 如果你不同意我会起诉你 这个婚我离定了 不过在天之灵一定也不想看到我这么委屈自己 生前他就说过他不想偷离 是我念着他的好 所以我心甘情愿照顾了他一整年 现在他不在 跟李律富有无愧的意思 我不尽快搬出去 那个房子不要过 终于要开启新的是吧 喂 江源来医院了 求着让我 给他看阿姨去世前的监控 林康 我求求你 让我看看我妈妈 我从监控里看看医院也行啊 不是我不想给你看 医院有规定我也没办法 林康 还求你想想办法 实在不行 你就看在咱俩那么多年交情的份上 让我求求去 我去看医院 医院就好 行 我再帮你医院电脑救救护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都已经两天了 江源怎么还不联系我 好 林国家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风 江源 我已经在要去机场的路上 你要再不来找我 我们这辈子都别见了 先把我们打到了 你自己看 这不是东西 江源 是去机场的 是去机场的 所以你一直在想 一直在演 你一直照耀而住 你根本就没有想过回去 你只想 都去总一样找到 坨坨算 你只要照耀一把电话 我就是 江源 我 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了 我们现在那个就只有你了 说 你知道我们还已经去是不是 啊 你不吃 还是不说是话是 小子 你弄给我 这事我跟她这经不去 头 động 我的事都已經當死了 你還不敢這樣找人 我一切都能力 只把你去搜索 這真是太棒了 我只是太棒失去你了 你每次回國的金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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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太愛你了 太害怕失去你了 我沒有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 你愛我 你愛了我當初你拋棄我跟別的男人緣頭高飛 你以為我真的不知道嗎 你以為我真的不知道嗎 你以為他是個別人 你是在國外混不下去了在那裡找我 是 當初我是愛你 何以為你計較我的錢 我還不該 我可以在我媽這件事就算是 是 我先告你們 我自己 別管我 好 那就 ersch 握我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救救我 我張雅 我張雅 我沒有做連動 我沒有做連動 任何年 這位子 我沒有多用 自己做經過自己 哎 你又幹什麼 不 啊 喂教授 上遥 你明天大概几点都来学校报道 我大概下午四点回到北城 教授 你有什么事吗 我倒没什么事 只是 有人迫不及待想见见 啊 没什么 等你到了北城 我让你的师兄去接你 好 谢谢教授 张瑶 是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我们的孩子 我同意离婚 你不用轻松了 以后我都不会再打扰你 看我不会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你放心吧 如果不是离婚的事 就不用再说了 张瑶 救救我 张瑶 我求求你 求求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放心 张瑶 之前是我对不起你 你放心 从今以后 会消失在你的身体 让你幸福 其实当年 张瑶 这件重大的形势战件 我们走一趟 这 我看我 快去 走 再走 走 张瑶 我还有一件事情骗了你 其实那年红学聚会 你喝多了杯性骚扰 不是我 就 你 他会放在场上 这是救护人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一次 我要勇敢的去过我想要的人生 大家 啊你好野荆学长 你在哪 好冷漠的 哦 我刚刚落地 你已经到机场了吗 我没看到你啊 我анд entertainment 你来在1号 找你 哦 我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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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裡 很容易 別鬥 點帶你的 伸家 匝羞 � wheelchair 匝羞 匝羞 这张脸 好熟悉 伤不起来吗 谢谢你 叶军北辰大学博士研究师三年 你就是叶军学长啊 学长好 学长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我本科也是北京大学 比你高一级 那时候你可是远离很厉害的学位 大家好 我叫张瑶 今年18岁 我希望接下来的日子 可以和大家一起学习 希望大家能做干长 我看着你如生的样子 怎被你发现 你看到能力那么强 我以为你会治国的 那时候我太蠢了 说是毕业 竟然想着给别人当免费保姆 我刚刚离婚 我知道 你知道 我认识他 江源我们一起打过比赛 你们同学聚会那天 我们就在隔壁庆祝比赛 所以你那天也在KTV 竟然 我还有一件事情骗了你 其实那年同学聚会 你喝多了杯性骚扰 不是我救了你 难道救我的人真的是他 我们好像早就见过 我又见了你 第一次 i love you i love you